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真没听说过 倒是没听说有这么一号 那就是您孤落寡闻了 今儿我就好好给您讲一讲 说说说 这别动队上上下下有六个人 除了夏世杰 那最有本事的就是这袁亨利 这个人可不简单 他是上知天文下小地理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别动队那几个人就是一群蟒夫 能干成什么事啊 就说他们上次抢军火吧 要不是袁亨利假扮小鬼子偷他们批文 哪轮得上他们成英雄 请这位所言 似乎对别动队很是了解 难道和别动队有点关系吗 何止是有关系啊 老 干嘛呀 老子就是别动队的 这位爷 我们几个常年在这里扯皮吹牛的 可从来没像您这么吹的没边的 你 你是别动队的 您要是别动队啊 那还不再让鬼子三把两把捏巴死 你们笑什么呀你们 人都最惨糟了 不是他们笑话我 你也给人笑话我 他们笑话你也不管 二位 别忙着走啊 别动队的事我还想听听 你干嘛呀你这是 这位爷 您自当时笑话啊 姑妈 说了再走 不是你你你送手啊 我这烦着呢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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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你敢让我说死你 等我呀 小心 看你有多大位置 抓活的 回去"! assassket 儿子 还剑起关 小姐姑娘 别怕 我来保护你 抓活的 成军有赏 小姐姑娘 他不得了 他不得了 队队 杀一遍 肯磨刀 河清 河清 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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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姐 我今天是跑不掉了 聪明的趕緊跟我把家庭探訣放啊 小小姐 小小姐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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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貝 跟我追 小姐 跟我追 快 快 你們想怎麼樣 如果不想他死的話 把槍放開 放槍 把槍放鑽 小姐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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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师姐 没油了 夏师姐 你杀了我吧 夏淼 这么快就想死啊 你们小鬼子不是有一句什么武师道的尊严吗 记住今天 早晚会让你还回来 好啊 夏淼 我告诉你 下一次我们见面就是你的死期 走 夏师姐 夏师姐 嘿嘿嘿嘿 四师兄 你想什么呢 我 我想咱们那天跟家头打架去 你那天都快吓得尿尿了 你还有心想这个 我说师姐 你为什么老瞧不起你袁师兄啊 没有啊 那天我撂倒了俩汉奸 嗯 我有胆色 嗯 主要是你那时候你正忙着呢 你没注意我 我当时是左右开工一击致命 没看见小青姑娘看我那眼神 嗯 没 现在想起来我都心慌 没 别闹别闹 没死你了 哎 四师兄 说真的 那天要不是我在场 你早就成了火把子了 你还想这个 你是不是这两天天天想这个 我看你真有点走狗无魔的样子了 咋的 不过说心里话 我是觉得那个女人有点不对劲 哪儿不对啊 哪儿都不对 真的 你想想看啊 这要是一般的女人啊 她没有那么震惊 是不是 她一点都不害怕 而且还临危不论 甚至拿那个酒坛子 还砸了一个汉奸的脑袋 你说的这是一般女人吗 师姐啊 你小你不懂 来来来来坐坐坐 哎呀 师哥告诉我啊 嗯 你想啊 你四师兄能找一般的女人吗 那必定是女中豪杰啊 哦 更何况 在那么危险的时候 她都能想着救我 说明好啊 说明她心里有我 哎呀 师弟啊 嗯 我做没一件事 这两天我还得下山 你说什么 下山啊 四师兄 可不是我说你 现在这山下都成什么样子了 啊 加通的还不得急了呀 那县城肯定房贩她更严了 你别闯祸去了 没事 好 你不听我的是吧 我告诉陈八路去 别别别别别别别 干嘛呀 咱们是亲师兄弟 怎么一出事你就搬出陈八路来吓唬我 我不去了不就完了吗 你答应我 你答应去我去呢 你别乱来吓唬我 夏大哥 我家小姐让我过来找你 找我 嗯 啊 好 四师兄 我告诉你啊 不许下山 师弟放心 我想下山 谁管得了啊 初二 这就是你要的东西啊 对啊 不是 你要这些东西干嘛啊 做炸弹呢 啊 炸弹 对啊 不是 你 你真的要做炸弹啊 是 雪儿 你真要做炸弹吗 对 雪儿我 顾奶奶 咱别玩了行不行 咱别动对 有的是武器弹药 你折腾这东西干嘛呀 再说了 你什么不做好做 你做什么炸弹 这这万一爆了 你怎么办 夏世杰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呀 我做炸弹怎么了 你是不是特别看不起我 不是 你就别瞎弄了好不好 这可是炸弹 我没有胡闹 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既然上了山 加入了别动队 我就是别动队的一份子 我就该为别动队奉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我这几天上山 发现我们的军火不富裕 我以前在大学学的是化学 炸弹怎么做我也学过 我就琢磨着 能不能自制一些土质炸弹 好帮你们减轻压力 要不然我不安心 我也怕你 你别笑了 夏世杰 我说真的 我既然加入了别动队 就是别动队的一份子 你明不明白 不是 雪儿 我再明白 你也要答应我 你千万别搞这个 这很危险 好不好 怎么了 我弄这个怎么了 不是 你真的 你听我话 好不好 我以前在 当心 新闻各项 全城已经戒严 如果别动队敢出现 部队可以随时出击 司令官阁下 我们 要不要对最八仙九楼 采取特殊措施 不 可是这些人 对黄军多有诋毁 而且对司令官阁下 您 也多有不敬之词 他们是我们的敌人 你希望他们怎么对待我们 我要留下这个地方 给百姓的言论 留一个出口 他们说的越多 我才能更多地了解 别动队的消息 您慢点 来 几分慢吃 来喽 来人 客官要点点什么 是你 你怎么来了 跟我过来 我听老刘说 你和亨利在山下闹得挺热闹 你早就知道了 知道是知道了 就是知道的有点晚了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这不是怕陈八路到时候训我们吗 单刀附会 永勤家腾 这是好事 我训你们干什么 我就是觉得 这事有点蹊跷 家腾和你是在酒楼里碰到的吗 是啊 当时他还穿着一身中国人的衣服 我还以为是酒馆的时刻 家腾无缘无故地微服 去酒楼做什么 他会不会是找乐 不可能 家腾一向谨慎 不会做无意义的事情 我怀疑他另有所图 你是说 他是冲咱们来的 很有可能 估计常规手段 找不到我们的线索 他才玩这个把戏 怕他干什么呀 让他找呗 他还真能找着啊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还是小心一些的好 诶 亨利呢 亨利刚才在哪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不要命了 街上到处都是等着要抓你的人 我想来 谁也挡不住 想抓我呀 也没那么容易 你是别动队 这个 你不都知道了吗 你真的是别动队啊 我是不敢相信 人家都把你们传得跟神仙似的 真的 那你 看我像神仙吗 你干嘛下山来啊 这么危险 我 你快说呀 我就是想再见你一面 真的吗 真的 我在山上 我天天都盼着 我能见到你 你 你这个人 胆子也忒大了吧 什么话你都说得出口 我说的全是真心话 如果我有半句讲话 我言和力就 好了 我信 我信 那 那我以后 能不能天天都见到你 能不能啊 你这个人 你就一点都不怕鬼子吗 我怕他们 他们该怕我 要想抓我 我就再闹他个底朝天 把自己说得跟英雄好汉似的 本 本来我 好了好了 对了 现在鬼子到处抓你们 你们到底藏在哪儿啊 安全吗 对不起 小青姑娘 我没有纪律 好吧 你还以为我真想知道啊 你敢说我还不敢听呢 你可千万别说 我可怕鬼子找上门来了 你别怕 这不是有我呢吗 好了 你走吧 现在人你也见着了 城里毕竟危险 走吧 你快走啊 听话 我这小店天天都开着门 你还怕找不着我呀 哼 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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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我走了 嗯 就 就 送到这吧 嗯 那你走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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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四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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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姐 有陈马路也在呢 成凉的吧 不打扰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 不让你下山吗 你怎么不听啊 怎么跟师哥说话呢 行 行 行 小王立 不是我板着脸批评你啊 你这可是违反纪律 你们俩在山下的事 师姐已经跟我说了 这种时候一不小心 就可能出大事 还有 这么一会儿功夫 你跑山下去干什么去了 跟谁打招呼了 出了问题谁负责任 就是嘛 行了 干嘛呀 刚回来就板着脸批评我 我这不好好的吗 好好的呀 行 行 行 但凡我下次再下山 一定先跟二位省事 成了吗 真扫性 陈马路是说的对 这家藤啊 可是谈谈的日本司令官 谈谈的日本司令官啊 这下两个丢大喽 这估计啊 往后可就没年再出来见人喽 话谁如此啊 可也未必 那家藤身为地方最高长官 其实是等闲之辈啊 这次又被夏世杰折辱 他必定不会善罢甘休啊 对呀 对呀 大家会没瞧见吗 最近满大街都是鬼子 到处张贴这鸡拿告 咱最八仙的酒楼里 都贴了一张 是吗 我给了你们时间 你们给了我什么 什么都没有 我给了你们所有的兵力 你们连一点别动队的消息都没有 重货 无能 来 报告 这是在司令部大门口发现的 上面是有别动队的基地所在 我给了你 杏儿姑娘 干啥去 山上太干了 我去采些果子 给大家绝结鼠 杏儿姑娘真是个好姑娘 我跟你说 你对这山上地形不如太熟 别走得太远了 知道了 司令官阁下 队青庐山的包围已经完成 司令官阁下 请您把仙头攻击任务交给我 我有信心 全监别弄队 天理军 我很欣赏你的勇气 我将我的贴身卫队交给你 你可以全权指挥 尽你的全力 殲灭别弄队 我一定不辜负司令官阁下的期许 全签别弄队 我一定不辜负司令官阁下的贴身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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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旅长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老鲁青的苏英帝 那个方向 开门 是 不好了 鬼子打进来了 不好了 鬼子打进来了 快走 快走 快 鬼子打进来了 怎么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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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鬼子朝后山开炮了 阿弥陀佛 佛祖保佑他们 快走 快走 敌人火力开门 小心 师姐 师姐 小伙子 快走 快走 湛祖泳 проч Dragons 打你师兄 有手动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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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子既然摸到了咱们的营地 说明是有备而来 既然这样 这青龙山是不能再待了 咱们要尽快拖一下山 雪儿 你没事吧 都是我不好 要是我不让他上山 他也不会这样了 自尹官阁下 我没能完成歼命任务 请您责罚 严厉君 你不用自责 你已经捣毁了他们的营地 已经干得很不错了 我从来没有奢望 能一战 消灭别动队 对于这样的敌人 如果胜利来得那么容易 那也太过乏味了 严厉君 不要心急 游戏才刚刚开始 我们还可以好好的玩下去 是 现在这些路 都有重名把守 唯独只有远处这条小路 手兵不多 而且大多都是伪军 那咱们还等什么 直接冲这条小路 往外吐呗 就是 陈伯罗 你觉得有问题 我和家藤打过交道 这个人心思细密 手段残忍 要不当初 我不会被他打得那么惨 以他的能力 不该有这样的数目 我在这里守了一天 我没看到什么埋伏 这家藤能有多少兵 再说青红山这么大 他总不能处处的设防吧 要我说咱们赶快行动 再这么拖下去 想走都走不了了 跟鬼子拼了 就是 这条小路 寻常百姓知道吗 知道的人不多 我们现在所剩的干粮和弹药 已经不多了 我们应该随时准备行动 如果不马上突围 等日本人上来 我们想走都走不了了 既然这样 咱们就冒险一次 就从小路突围 希望他摆命一书吧 这里 这里和这里 这三个地方 是他们下山的必经之路 如果我们在这两个路口 设下重兵的话 如果你是他们的指挥官 你会选择怎么做 必让防守 我们在这边附近 这里 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 是 山下 山上 全是鬼子 看来他们想跟我们玩一个铁筒阵 他们是想把咱们逼到无路可退 困死我们的 怎么办 既然他们步步为营 咱们就来个声动机器 让他们辩不清真假虚实 你的意思是说 给他们玩游击战 希望能有点机会吧 好 那 好 好 快进来 好 好 走 走 放开我 刘白风 小鬼子我在这儿了 游击寨 别动队利用单兵作战优势 不断对我军进行骚扰 虽然伤亡不大 但是士兵受到偷袭的影响 士气低落 萎缩不前 别动队与我们相比 兵力处在绝对的劣势上 他们这样骚扰的用意 无非是想让我们 产生恐慌和混乱 好让他们有披露可钻 我们偏偏不能给他们这种机会 他们还能保持多久的战斗力 妈的 这一入夜就让老子来蹲坑 眼也不让抽 觉也不让睡 这他们还让不让人活了 那如果就是 ews 我们走 咱们不就省心了吗 你琢磨这些大马呀 打起来又用不着你 有日本人呢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待会儿真打起来 张典野那子弹 可不找人哪 真是个没用的东西 老子爸爸他们来呢 老子好大开杀戒 听说 蝶冬队的一个人头 在黄军那儿可能换不少好东西 找死的事啊 谁干 谁去干去 好像人不多 我下去看看 小心点啊 小心 小笑 走 走 走 来来来 好像就两个人啊 两个就两个 你黄军还没开枪呢 你着什么急啊 都没等啊 小心点 可能 别闭上了 你离开枪呢 你给我咬 treats 别开想 让死人 谁看的家 太队 她是不想去走火了 放开 小鬼子 我不是走火 我是故意的 爷我早就不想当汉奸了 我今天要英雄一回 太队 太队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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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昏昏唤醒 在一起 欢难与共感胆相迎 用生命 眷顾生命 用真情 互动真情 风雨中 我们顶天里的笑谈 谁是英雄 黑夜里 温暖感动 我们本该黎明 说你带我一起走 一直到世界的尽头 一直到生命的最后 说 带我一起走 带我一起走 用一生心甘情愿 付出所有给明天 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带我一起走 带我一起走 带我一起走 让雪色染红的天空 我们是真心的英雄 英雄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带我一起走 带我一起走 带我一起走 一直到世界的尽头 一直到生命的最后 带我一起走 带我一起走 让雪色染红的天空 我们是真心的英雄 每天你个孩子 都友好 带我一起走 带我看到 狼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